狗修克和死亡的差别 狗修克和死亡的差别 狗狗在临死之前是很容易出现修克的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修克的状态和死亡 首先第一点 在狗狗在修克的时候是个急性发生的状态 是一个急变期 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即使是呼吸停止了 也会有微弱的心跳存在 所以这是一个修克的状态 它有可能存在的是强制或者是瘫软 瞳孔的散大意识的全无 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体温和心跳仍然是存在的 何谓死亡 当自主呼吸没有超过15分钟 当心率呼发自主半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就可以寻找死亡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主动呼吸和触动心率 所以在这点上 如果碰到了这一步 我们就没有任何挽救的阴地了 所以修克和死亡 我们要去严加去做一个区分 因为这个是能否救活它 很重要的一个衡量调准 小贴士 狗修克时即使呼吸停止 瞳孔散大意识全无 但是还有心跳和体温 而狗死亡指的是自主呼吸没有超过15分钟 心率无法自主跳动半小时以上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非常关系的 最后人该提供从正中有挺削的